李美芬的流感 我想透过今天的国事论坛 来谈一下从春节开始上班之后 在整个台湾流行的 这一次的大流感的疫情 这一次的流感 其实相当的严重 在今年的第六周 其实整个台湾的泪流感 已经到四万八千人 这个48000人 其实是在春节时间就可以发现 也就是说 我认为这一次的整个大流感的流行 可以凸显出我们行政部门 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没有做好事先预防的工作 事后的疫情的控制 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 我认为这是应该加强的 在这段春节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预测到 还没放假之前 就有48000个人 泪流感的病情影响 我们可以预测到 在整个大型的教学医院当中 包括社区医院 都可能在急诊室 可能造成很严重的阻塞 在近期 包括在这两周 还是同样的状况 但是我认为 我们的卫福部疾管局 没有做到分流的工作 在这一段期间 当然也有可能造成 其他二度感染的重症发生 是这一次 我发现整个 我们在医疗体系当中 春节的泪流感的流行 我们过去 虽然卫福部说 疾管局说 这是单一事件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一次春节的时候 都有可能是碰到 这个泪流感的病情 是最严重的病情 但是我们却没有长期 做到分流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我认为未来该检讨 该改善的地方 第二点 如果泪流感的进行 是的持续高峰 是在过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可以预测到 在开学之后 在上班之后 开学之后 可能又是另一波 另外一波 在校园内的群聚的感染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的教育部 协调我们各县市教育局 做好完整的通报 在上一周 我们才看到 行政部门开始 在研讨 是不是要把未来公费疫苗 施打的对象要下降 包括我们继续要严拟 在各县市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学校 到底有多少人有感染 才开始停班停课 到昨天为止 我们看到媒体上呈现 全台湾已经有40班停课的状况 也就是说 我认为未来针对于每一年 流感疫情的高峰期 其实这并不是单一事件 就是每一年都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我今天在这边再一次看到 从这一次流感的疫情的流行 看到两个单位的问题 我们也期望未来 卫福部的疾管局 未来对于每一年流感的进行 包括未来急诊室 好 谢谢李委员 现在请曾委员民中 接下来